第七十三集 小雷鹰寺 现在开始 上一集我们正说到 唐僧师徒四人路过荆棘岭 铲除了穆仙庵的几个老树妖 而后才顺利地渡过了这难走的荆棘岭 继续往西方行进 话说这一天 眼前出现了一座高山 这座山顶天立地 也不知究竟有多高 山上仙气缥缈 云雾弥漫 让人望而生为 师徒四人顾不上辛苦 硬着头皮往山上爬去 大概爬到半山腰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大块平地 这块平地 藏在山中 从山下往上看是看不到的 最关键的是 这一大块空地的中央 坐落着一座庞大的寺院 寺院中楼台电格式层层叠叠 若隐若隐 若隐若现 寺中香烟鸟鸟 整个寺院散发出七彩的光滑 一片祥瑞之气 唐僧看了 不禁赞叹道 阿弥陀佛 好一座佛教宝刹呀 看这气势 仿佛里面应当住着佛菩萨呀 孙悟空却也早运用 火眼睛睛查看了多时 他发现 这座寺院虽然说金碧辉煌 气势磅礴 颇有些像西天如来佛祖的 大雷音寺 不过 在寺院当中 却多少隐藏着一些妖气 孙悟空心中感觉不妙 便跟唐僧说道 师父 眼老孙看 这寺院看上去 虽然有点像那西天大雷音寺 但仔细看这寺院中央 却能感到一股妖气弥漫 师父 我看咱们还是不去的好 唐僧却摇头说道 诶 悟空 既然你说这寺院像大雷音寺 那为师 就更要去参拜一番了 万一是哪位佛菩萨在此 我们就这么过去了 岂不得罪了这寺中的佛菩萨呀 哎呀 师父 去不得呀 万一又中了妖怪的奸计 可别管老孙没提醒过你呀 悟空 你不必多说了 为师一片诚心 一定要去参拜一下 说着唐僧自顾自地往寺院走去 孙悟空一边摇着头一边跟在后面 也无可奈何地往那寺院走去 走到门前 却忽然间唐僧大吃一惊 慌得滚下马来 趴在地上就直磕头 嘴里说着 哎呀 阿弥陀佛 佛祖恕罪 弟子不知已经到了佛祖圣地 罪过 罪过呀 悟空 你差点害了为师呀 你看看你看看 这不是雷鹰寺吗 佛祖在此呀 你还说是什么妖怪 孙悟空却无奈地笑了起来 哎呀 我说师父 拜托您看仔细了呀 那山门上写了四个字 您怎么只看了三个呀 您倒是看全了呀 唐僧战战兢兢抬起头来 再次看去 才发现那门上 果真写着四个字 小雷鹰寺 原来不是西天灵山大雷鹰寺啊 唐僧看了说道 哦 悟空 就算是小雷鹰寺 那里面也一定住着一位法力无边的佛菩萨 就像那观世音菩萨住在南海洛家山 普贤菩萨住在峨眉山 文殊菩萨住在五台山一样 这寺院我想也定是一位佛菩萨的道场 我们且赶紧进去参拜一番吧 说着走上前去拍打山门 啪啪啪啪啪啪啪 弟子玄藏 拜见菩萨 却听里面一个庄严的声音说道 唐三藏 你从东土大唐来此 拜见如来佛祖 怎么如此怠慢 还不赶紧进来参拜 说着那山门自己打开了 唐僧一听 哎呀 果然是佛祖在此啊 早吓得没了主意 嘴里直说着 弟子有罪 弟子有罪 弟子这就进去参拜佛祖 说着便静止走进了这座小雷鹰寺 猪八戒和沙和尚也跟着走了进去 孙悟空实在没有办法 只得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也跟着进了寺院 师徒四人刚刚过了二层山门 就这面前出现了一座宏伟的如来大殿 殿门外的宝台之下 站立着五百罗汉 三千阶地 四大护法金刚 八大菩萨 比丘尼 以及无数的僧人 护卫着宝台之上的莲花宝座 宝座上正端坐着如来佛祖 这大殿的周围啊 更是鸟语花香 锐气缤纷 仙气缥缈 让人不禁心旷神怡啊 此时 唐僧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来到了西天大雷鹰寺 见到了如来佛祖 不禁百感交集 扑鼠鼠地落下了泪来 跪在地上虔诚的磕头 口中说道 哎呀 弟子 成玄藏 从东土大堂出发 历尽千辛万苦 今日 终于到达雷鹰寺 得见佛祖真荣 实乃弟子之福啊 还求佛祖赐弟子三藏真经 让弟子取经回纳东土大堂国 传授我佛真经 猪八戒和沙和尚 也跟着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 口中念叨着 弟子 诸无能参见佛祖 弟子杀无尽 拜见佛祖 只有孙悟空不参败 还一脸不屑地站着 此时 就见那莲花宝座上的如来佛祖 眉头一皱 大声地说道 大胆孙悟空 见了本尊 如何不跪地参败呀 孙悟空嘴里哼了一声 嗖地冲出了金箍棒 大喊一声 呗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 我说你胆子可真不小啊 连佛祖你都敢冒充 你在此假扮佛祖 败坏佛祖的名声 还想骗你家孙爷爷 没门 妖怪你结棒吧 说着跳起来举棒就打 这时 忽然听半空当中 哐哐哐哐哐哐哐的一声巨响啊 原来是那如来佛祖不知什么时候 抛出了一副金挠波 那金挠波是两只 就像两只草帽一样 碰在一起会发出 哐哐的声音 这是佛家常用的一种乐器和法器 没想到佛祖扔出了这么一副东西 把孙悟空连头带脚 整个的合在了那金挠波里 就像两只大草帽对在了一起 猪八戒和沙和尚一戒 知道中计了 慌忙抄起兵器想保护唐僧 却被那些罗汉啊 金刚啊 接地啊 一拥而上 把他俩和唐僧全都抓住 绑了个结结实实 这时 那莲花宝座上的如来佛祖 和一众的什么菩萨金刚 罗汉啊 才都显出了原形 原来 如来佛祖真是一个妖王变的 那些菩萨金刚和罗汉 都是一众小妖怪变的 就听那妖王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唐三藏 我这就叫 我这就叫 瓮中捉鳖 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可就怪不得本大王我了 来呀 把他们三个给我抬到后面压起来 等我选个好日子 把他们统统下了锅 是大王 大王 还有那金脑玻璃的孙悟空该怎么办呀 就让那孙悟空在我这宝贝里面待着吧 三天三夜之后 他就会化成一滩浓水了 哈哈哈哈 而后这妖怪带着一众小妖怪回了后殿大摆宴席庆祝去了 唐僧此刻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他恨自己不听孙悟空的劝告中了妖怪的奸计 这次师徒四人一起被抓住 肯定是没救了 但是后悔也晚了呀 咱们再说 孙悟空孙行者 被困在这副金脑玻璃里面 黑洞洞的 闷得孙悟空是满头大汗 他左冲右突 就是出不来 急得他抽出了金箍棒 到处乱打 只听 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可是那脑波是纹丝不动 孙悟空是真急了 他大喊了一声 给我掌 顿时掌高了千百丈 想要顶破那脑波 没想到 这副金脑波原来能大能小 他也跟着孙悟空在掌 孙悟空掌了半天 精疲力尽 那脑波还是不见一丝缝隙 孙悟空见这样不行 急忙又喊道 小 小 快小 顿时变成了一粒小芝麻粒 想要找个空隙钻出去 没想到那脑波也跟着他变小 仍然牢牢把他困在当中 孙悟空不放弃 接着抽出金箍棒 用棒子牢牢地撑住那脑波 自己呢 却拔下脑袋后面两根最长的毫毛 喊了声变 随即变成了两把尖利的小钻子 照着那两只脑波的接缝处 咱咱咱咱地钻开了 钻了也不知道有几万下 可惜那脑波上连一道痕迹也钻不出来 累得孙悟空一屁股坐在地上 呼呼直喘 可是孙悟空依然没有放弃 他心想自己不成 那么就找人来帮忙 随即念起了咒语 瞬间召唤来了天界的五方接地 六钉六甲 还有那十八位护教加兰 都聚集在了那脑波的外面 叫道 大圣 大圣 我们这暗地里保护着你师父唐僧 让妖怪一时不敢伤害他 你又叫我们来干什么呀 随悟空隔着那脑波喊道 我说各位啊 俺师父不听俺老孙劝告 才误中了那妖怪的诡计 如今俺老孙被困在这破脑波里面 无论如何也出不去了 俺老孙出不去 那妖怪早晚害了俺师父 我说你们还是先想办法 把俺老孙救出去 让俺老孙去救俺师父吧 那些天神一听有理啊 便在外头忙活开了 是连扣带脑 连钻带杂 使出了各自的法宝和绝招 拼尽了各自的法力 那金脑波依然是闻死不动 连个透气的缝都没有 可真把这帮天神难为坏了 其中一位接地说道 大圣 我等法力地位 没有办法放你出来 这脑波也不知是个什么法宝 如此厉害 大圣 你先在此烧的 我回天界去搬兵 好好好 有劳你了 快去快回啊 于是这位接地 让剩下的天神保护好唐僧 照看好金脑波里面的孙悟空 他自己急忙驾起云 回到天界 来到灵霄宝殿 面见玉皇大帝 陛下 如今有齐天大圣孙悟空 保护着唐僧往西天取经 路过一座山 名叫小雷音寺 被那里面的一个妖怪 射计抓住了唐僧 还用一副金脑波 扣住了那孙悟空 我等敢去营救孙悟空 好让他出来 去降服那妖怪 救出唐僧 没想到那金脑波 实在厉害 以我等的法力 都无法打开呀 因此 特来搬请救兵 请陛下速速派人去解救孙悟空 玉帝一听 立刻传旨 来呀 传二十八星宿 前去解救那孙悟空 话说 二十八星宿先接旨 不敢怠慢 立刻启程 跟着那接地 来到了小雷鹰寺 此时 那帮妖精全都喝多了 已经都沉沉地睡了过去 那二十八星宿 不敢大声声张 捏手捏脚地 来到那脑波的外面 轻轻地呼唤 大圣 大圣 我等 乃是二十八星宿 奉玉帝之命 前来解救大圣的 孙悟空听了大戏 来得好 我说 你们赶紧用各自的兵器法宝 一起打破了这脑波 好反老孙出去 那星宿说道 大圣 我们不敢动兵器啊 一动兵器 必然响声巨大 惊醒了那老魔王就麻烦了 大圣 你且稍等 等我们用兵器 把它撬开 大圣啊 只要你见到一点光亮 就说明 这脑波有了缝隙 你就赶紧变身飞出来 好 我知道了 你们快点来吧 就见这二十八星宿 使枪的使枪 使刀的使刀 使剑的使剑 使斧子的使斧子 扛的扛 抬的抬 抬的抬 掀的掀 掀的掀 翘的翘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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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还是闻思不动 就像胡论的一整个一样 不见一点缝隙 孙悟空在里面 当然更见不到一点光亮 急得他大叫 我说 二十八星宿 你们倒是快点啊 俺老孙快闷死了 此时 二十八星宿中的抗金龙 在外面说道 大圣 你先别急 我看这脑波 跟大圣银内 如一金箍棒一样 能变大变小 形状可以随意变化 大圣啊 你在里面 摸着这脑波的接缝处 等我用脚尖 拱进来 你就可以变身 从松动的地方 钻出来了 好 就这么办 我说抗金龙 你快来吧 说着 孙悟空果然在里面乱摸了起来 不一会儿 就找到了一处接缝处 咱们再说这抗金龙 他是二十八星宿中的一员 他的头上长有一只坚硬无比的独角 只见抗金龙把身子呼的变小了 紧挨着那脑波 他头上那独角 也变得就像针尖那么细小 他顺着脑波的接缝处 把自己的独角就伸了进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再加上后面一众星宿 又是推呀 又是挤呀 最终 还是把脚尖伸进去了 而后 就听抗金龙叫道 整 整 整啊 顿时那独角就长到了顽口粗细 本以为 这样就能把那脑波 撑开一道缝了吧 却没想到 那金脑波就像是人身上长的皮肉一样 虽然被撑开了 但那缝四周的金属 却把抗金龙的脚牢牢地包裹住 正像皮肉包住骨头一样 死下里还是没有一丝缝隙 孙悟空在里面摸着抗金龙那伸进来的脚叫道 不行啊 没有一点缝啊 俺老孙出不去啊 他想了想又说道 这样吧 抗金龙 你忍着点疼 带着俺老孙出去 好个孙悟空 情急之下 他也顾不了那许多了 把自己的金箍棒变成了一把钢钻 几下就在抗金龙的脚尖上 钻出了一个小孔 然后孙悟空把身子一变 又变成了一粒 芝麻粒 小小的拱在了那个小孔里 喊了声 来吧 把脚扯出去 胆老孙出去 好家伙 外面一众星宿可忙活开了 那二十七星宿一个拽一个 拽住抗金龙 大家伙一起使劲地往外拽 那抗金龙可遭了罪了 头上的独角先是被钻开了一个孔 就够疼的了 现在还要拼命地往外拽那独角 疼得他满头冒汗 众人费尽了力气 最后终于把他那脚给拽了出来 不过抗金龙已经累得倒在地上 不能动了 话说此时 孙悟空就感觉眼前突然一亮 他知道自己已经出来了 立刻变回了原身 这孙悟空就像疯了一样 他抽出金龙棒 罩着那副金脑波 用尽全身的力气砸了下去 口中大喊 给我 哭 只听 一声巨响就像炸开了金矿 崩开了铜山一样 把一副金脑波砸了个粉碎 吓得那二十八星宿和五方接地 抱着头爬在地上 生怕孙悟空极了误伤了自己啊 可是 这一声巨响 可把这小雷音寺里的大小妖怪全都惊醒了 那老妖怪带着一众小妖怪急匆匆地赶到这高台前 就见孙悟空和众位星宿站在台上 而自己那法宝金脑波已经碎成了千百块 妖怪是又惊又怒啊 他抄起一根狼牙棒大叫道 来呀 快把门都给我关上 不要放跑了一个 而后冲着孙悟空抱叫道 胆大的破猴 竟敢打坏你家大王的法宝 今天我定要打你个心神俱灭 孙悟空却哈哈笑道 妖怪你可真不知天高地厚 打你个心神俱灭这种话 都是你孙爷爷说给你们这帮臭妖怪听的 今天让你这妖怪倒是先说了 好 今天咱俩就看看 到底谁让谁心神俱灭 妖怪你接棒吧 孙悟空这才要苦战黄美妖怪 再困小雷鹰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